在全球十大死因中,心血管疾病拘手,可以说心血管好的人可能更容易长寿。 究竟如何保护我们的血管? 一是指出,有些行为会伤害我们的血管,应尽量避免。 而有些行为则对我们的血管有益,宁多多益善。 香港人比日本人更长寿的秘诀,日本被认为是长寿之国。 不过,现在这一记录已经被打破。 香港人在2013年以来已超越日本成为最长寿人口。 2021年,香港男性平均预期寿命是83岁,女性则是88岁。 而日本人这一数字分别为82和87.57。 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的Lance 2021年发表的研究指出, 香港人长寿原因之一是心血管疾病损亡率较低。 此外,香港也是世界上吸引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其中,香港女性有癌症导致的死亡率也是最低的。 四行为伤害心血管抽烟,少动多在内。 心血管疾病又称为循环系统疾病。 所谓的循环系统指的是人体内运送血液的器官和组织, 主要包括心脏、血管、包含动脉、静脉、微血管。 简单来说,任何影响心脏血管系统的疾病都可称为心血管疾病, 从而造成心脏、脑部与周边血管病变。 比如心脏病、高血压、高血糖、中风、心肌梗塞等。 很多不良行为习惯都可能伤害心血管, 从而影响长寿,以下是四个突出的方面。 抽烟,抽烟容易造成血管内壁伤害, 引发血管阻塞以及血栓的危险。 吃太油,吃太油容易造成血管内壁的油脂堆积。 吃太咸,吃太咸会造成血压上升, 之后引发血管的病变。 少运动,运动太少的人容易产生肥胖。 无法代谢坏的胆固醇,之后也造成血管的病变。 二手烟也是心血管的大敌。 不止直接抽烟,吸入二手烟的危害也非常大。 香烟点燃之后会释放大量化学物质。 对血管壁造成伤害,之后, 人体血液中的油脂就会堆积在受伤的血管壁上, 久之造成血管的内境狭窄。 而且这些物质还会导致血液粘稠度都上升。 容易引发血栓, 一旦供应心脏或脑部的血管阻塞, 还可能造成局部的神经功能丧失, 引发心肌梗塞或是脑中风的情况。 研究发现, 抽烟导致心脏病风险增加两倍以上。 女性抽烟心脏病风险会比男性进一步增加。 心血管要长寿必做四件事。 想要健康长寿,除了避免伤害血管的行为。 还要多做对血管健康有益的事情。 生活中有许多简单可行的心血管保健秘诀。 以下是至关重要的四个。 一、戒烟。 1997年, 美国心脏学会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 30%的狭心症疾病是因为抽烟而来。 抽烟也会让脑中风的机会增加一倍。 每年有超过40万美国人因为抽烟而死亡。 而戒烟可以让心肌梗塞的复发率减少一半。 二、饮食健康。 心血管日常保健通常会先从饮食开始。 我们的血管其实就像大楼里面的血管一样。 负责输送养分和血液到全身。 因此, 减少高油、高糖分的摄取。 减少胆固醇、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对保护血管有益。 三、良好的运动习惯。 1995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对9000多人追踪5年的研究报告显示, 有运动习惯并保持身体体态的人会比较长寿。 而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如果重新开始运动, 可以减少4成以上的死亡率。 不过, 运动方式有很多。 要采取适合自己的正确运动习惯。 尤其是夏天, 应该适当补充水分, 适时降温。 避免运动伤害。 四、 保障睡眠。 研究显示, 失眠的人心肌梗塞风险会增加6成以上。 失眠还可能造成血压、 血糖甚至体重上升。 以及荷尔蒙失调, 这些都会对心脏病造成危害。 另外, 失眠也有可能造成交感神经兴奋和全身性的发炎反应, 造成血管病变。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